第十一题 Instead of a gift Tim's grandmother always blank Some money in the birthday card She gave him 我们看这一句 一开始给了我们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就是instead of 但是在看instead of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instead这个字的意思 instead这个字它的词类是属于副词 我们中文翻成反而或者是却的意思 但是要提醒同学的是 instead当这个字加上了off的时候 它的意思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片语 当作片语介细词 我们中文翻成代替而不是或者是宁愿的意思 所以instead of a gift 它的意思不是送一份礼物 谁不是送一份礼物呢 后面的主词就是Tim的主母 Tim的主母总是怎么样呢 Some money一些钱 放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birthday card Birthday card就是生日卡片 这边呢省略掉了一个关系代名词 which或者是that都可以 他送给他的she指的就是主母 him指的就是Tim 这个男孩子咯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四个选项 第一个inclose这个字 我们先看他的简单的字 这个字呢念成close 相信大家都很熟了 当作形容词指的是近的密切的 当作动词呢叫做官上 他本身也可以当作副词中文翻成接近 或者是紧密的 那我们在这个close这个字的前面 加上了en之后呢 就念成inclose 就是把它全部围起来 圈起来 他还可以翻成这个 叫做随函附上 好所以呢这边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呢就把它翻成了 所谓的随函附上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选项 第二选项呢 英文念成install 好那install这个字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翻成安装 或者是设置 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选项 英文念成preserve 好那preserve这个字呢 它的中文意思 我们翻成保存 或者是保长 它也可以有防腐的意思 当作名词就是保护区 那这个字呢 其实同学要是眼睛比较锐利的话 应该有看到这个字根 这个字根呢 英文念成serve 那serve这个字本身是有意思的 它的意思呢 就是服务 那当我们在打网球比赛呢 要发球 那个发球 英文也可以念成serve 好那serve这个字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衍生出很多 衍生出几个字 一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在前面呢 加上re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reserve 那reserve的意思呢 就是储备或者是保存的意思 那我们在serve这个字呢 在前面再加上con 英文 我们念成conserve 它的意思就是保存保护 跟preserve呢 有一点点类似 好 所以呢 这个字呢 特别要注意到了 它有几个相似的字 同学不妨利用这个机会 一起把它记一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选项 这个字呢 念成reward 好 就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字根 那reward这个字呢 本身的意思 就当作筹谢 或者是奖励 当作名词 可以当作报答 或者是奖赏 那加上ed呢 就是它的过去式 咯 那reward这个字呢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字 跟这个字很像 那个字呢 就念成award 那award表示呢 颁奖给什么什么人 或者是把一个报酬 颁给什么人的那个动作 英文我就念成award 那像呢 你那个 呃 参加了一些比赛啦 得到一些奖品 那个奖品呢 英文 我们也念成award 好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这个句子的意思 Tim的祖母呢 总是会在 她给她的生日卡片里面呢 放了一些钱 而不是呢 直接给她礼物 好 所以那这一题的答案呢 我们就选择enclosed 好 它的意思 我们中文就翻成 随寒附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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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